哈喽兄弟们我是有风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生成比较高清的一个AI数字人的一个平台 之前的话有风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平台了 但是今天那个平台的话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数字人的视频的话 比较高清 分享给大家 这个平台就叫做DOP 那如果有知道这个平台小伙伴的话可以跳过 不知道这个平台的话 有风今天就教大家一下 怎么样使用这个平台 首先的话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登录一下 那可以有一个三天的一个免费试用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账号 直接可以用你的一个Google邮箱登录就行 这个就是登录进来后的一个后台 那它里面的功能的话其实非常多 那今天有风要着重讲的就是它的一个AI数字人的一个功能 那要生成数字人的话 前提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有一张照片 因为我们需要把照片那变成一个会说话的一个视频 那照片的话我们可以自己生成 当然它平台的话也提供了这样一些照片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它平台的一些现成的一些照片 可以 那两种方法都可以 我们先从第一种方法开始讲 第一种方法的话 第一种方法我们用AI生成照片 生成照片的话平台很多 你可以用你可以用meJelly来生成 meJelly的生成的话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的话非常的真实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免费的比如说雷拉多来生成 那也没有问题 那今天有风用到另外一个工具来生成 它这个是一个可以免费用的 可以免费用的 这个名字叫做海翼 那海翼的话之前有风也给大家介绍过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 教大家怎么样生成一个AI网红的一个照片 因为这个平台的话 它里面生成出来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美女 大家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那比如说这个美女 那如果你想和它生成相似的一个照片的话 那你点进来以后直接点击这个remix 那前提的你先要登录一下 这里点击一个发手 那等一会的话 它系统的话就会根据我们刚才 刚才的那张照片 生成一个全新的一个美女 这就是有风之前已经生成好的一个美女的一个图片 生成好以后的话 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download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 那这里有风之前也还生成了一个 那它里面的话 美女的话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在里面来选一下 你可以往下面拉 非常多好看的一些美女 但是如果你要生成一个数字人的话 最好找一个正面的一个图片 那它到时候说话的话 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更自然一些 方法的话和刚才其实都是一样的 随便比如说点一下它 再点击这个remix 然后这里再点一下发送 系统的话就可以再帮我们生成了 这里的话可能生成的话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下载电脑上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DOP DOP这个后台 然后点击这个AI头像 这里可以上传一张我们刚才 已经生成好的美女 好美女美女已经上传进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让这个美女开口说话 我们可以打开Chat GPT 随机让GPT帮我们生成一段话吧 等一下我们把这段话转化成语言 我说帮我随机生成一段 关于AI的一些故事 它生成好以后的话 我叫它翻译成英文 翻译成英文以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的话 转化成一个文字 那我们可以随便复制一小段吧 也不需要太多 我们可以打开ElevenLabs 通过这个ElevenLabs的话 把我们的文字的话 转化成一个语言 有风的话ElevenLabs 应该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因为确实这个平台 它里面的一个声音非常多 而且通过文字生成语言以后的话 它的声音非常的真实 在生之前的话 我们最好去选择一个语言 我们点击左边声音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声音库 因为我们刚才生成的是一个美女 因为我们刚才生成是个美女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年轻的 年轻的一个女士的声音 所以说我们在上面选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女性 这个年纪选择年轻一点的 口音的话你可以选一下 比如说美国口音 非洲口音 澳大利亚口音等等 我们选一个美国口音 那里面声音你可以试听一下 你觉得这个声音可以都听一下 你觉得声音可以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增加的声音库 因为有缝刚才这个声音 我觉得可以 我已经把它加到我的一个声音库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语音的一个合成 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合成 接下来选择我们刚才这个美女的声音 我看一下是不是它 another way of saying i love you is taking 就是这个声音的话 把我们刚才这段话的话粘贴进来 直接点击这个生成就可以了 生成好以后的话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download 效果还是可以直接点击download 把它下载了下来 下载电脑上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这里我们选择一段上传一个声音文件 点击这个 那这里点击上传 把我们刚才的这个声音上传进来以后的话 点击这个保存 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好 这里点击生成 这个时候可能要稍等一会 它因为它生成的话 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有空之前已经生成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来点击这三个点的话 你可以download 把这个声音的话直接下载到我 我们生成好以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download video 直接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到我们电脑上 下载电脑上以后 它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简映 我们来把让我们的数字人的话 加上一些字幕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效果 直接把它拖到里面来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in today's digital 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op art 效果还可以 我们现在把它生成一下字幕 点击文本 然后这里点击智能字幕 开始识别 in today's digital age 好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还可以跟它加一点背景音乐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加也行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话 稍微上面挪一点点 让它字号的话稍微大一点 就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 那字体的话 这里最好选择一个考商用的一些字体 比如说我选这个字体 字号的话我们再稍微再大了一点点 好 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增加一个动画 我们选择这个动画 选择这个字幕 in today's digital age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various industries from smart assistance to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even medical diagnostic systems 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个头像 因为你如果有提示语 你可以直接粘贴到这个地方 没有的话 你可以通过它 它可以用系统的话 自动的帮你生成 一个女孩 OK 我们再生成一下 一个可爱的一个女孩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生成 点击生成 当然我这个用不了了 因为有缝之前已经生成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 要么选择一下升级 它里面有11个人的话 可以11美元一个月 可以有1800个机份 每年 相当于每个月的话 有150个机份 如果说你还想继续试用 没关系 你把这个账号退出 退出以后 你换一个账号进来 我重新用了一个账号 换了一个号 重新进来 我们再来继续来试一下 还是刚才一样点击这个头像 然后这里有个 选择这里系统 系统帮我们 莫人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提示语 我们直接点击生成 它这里说可能需要 15秒钟左右的话 帮我们生成一个头像 稍微等待一下 好 这里它帮我们生成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点击一下它 把它一共生成了4张照片 这个也可以 这张吧 我就用这张 接下来的话 我们让我们这个美女的说话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还是用这种 这张感觉好看一点 选择第一个 AI配音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声音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头像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声音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比如说它有默认 生气 开心 兴奋 友好 等等 悲伤 还有很多声音的一种类型 我们可以选 这种声音 我感觉很特别的 嘿 Jimmy 你这里有趣的 Lisa 我看到你走 我太高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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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你如果觉得可以 我们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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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确认你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让它说话的一个文字信息 负责过来 粘贴进来 这里点击一个生成上传 这里点击一个生成一个说话的一个头像 点击一个生成 这个时候系统的话就在处理这里 可能需要稍微等个几分钟左右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就是一个直接用 它内部的一个头像直接生成 我点击第一个 直接这里可以输入你想说的话 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头像吧 选择它 点击确认 把我们要让它说的话直接粘贴到里面来 把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可以视听一下 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导出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导出的一个格式 点一下刚才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点击这个三个点我们先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把它打开 这次的话我们用这个CAPCAD 来打开它来剪辑一下 因为CAPCAD因为剪映它这个国际版的话 它有一些的字幕的效果的话 感觉比我们剪映中文版要好一些 我们来试一下 直接把它拖进来 直接把它拖进来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它的文本的话 我们把它的语音 我们生成一下字幕点击这个 然后这里自动字幕 然后这里选择英语 然后点击一个生成 我们现在的话 给字幕的话 换一下字体吧 换个字体 这个字体可以 然后再跟它加一些 字幕加一些 字幕的一些动画效果进来 点击这个字幕 我们选择一个 这种PRO的话 会员呢就用不了 可以用普通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various industries from smart assistance to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even medical diagnostic systems AI is rapidly changing how we live and work In today's digital age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自己 In today's digital 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various industries from smart assistance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various industries from smart autonomous vehicle 好了 这就是有空今天教大家 生成一个 AI虚拟素质人的一个方法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其实 现在AI虚拟素质人的话 在很多领域的话 应用的都越来越多 越成熟了 希望能给你一些灵感 给你一些启发 那本期所用到工具的链接的话 有风已经放在视频加方简介里面了 那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只是说这个网站的话免费的话 它可能生成出来的话 左下角的话 肯定这里会有一个水印 大家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工具比较好用的话 你可以考虑要不要付费 那如果你要用一些商业用途的话 有风降应大家的话 就可以考虑一个付费版本 好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